这么厉害的装备为啥就没人出呢 纵所周知 一件装备如果特别强 那么是能主宰整个版本的 例如曾经的凡甲 上赛季的苍穹 以及现在的影刃 但是呢 冷门装备想要崛起 即使变得再强 也没办法统治整个版本 例如今天的主角雪魔之怒 雪魔之怒在这个赛季之前 是一件冷门到不可能有人会出的装备 要不是现在法球流的异军突起 可能很多玩家都忘记了这件装备 要知道雪魔之怒和纯净苍穹 都是能扛能打的保命神器 一个能提供超强护盾 一个能提供超高减伤 从这两点来看 这两点装备的强度不分不重 但是苍穹的出场率却一直完败雪手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经常出雪手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这件装备并没有显现中那么肉 技术属性能提供的坦度 只有1000最大生命值 没有任何抗性加成 在后期面对各种穿透装备成型的输出英雄 这点生命值都扛不住对方的一发普攻 另一个提供坦度的属性 就是雪手的主动技能 在开启后会获得40%最大生命值的护盾 看起来非常的恐怖 毕竟护盾还能阻碍敌人的吸血 也能享受双抗加成 但是呢 雪手的主动技能 是先扣除自身血量 然后逐渐获得护盾的 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玩家 都不会在满血的时候开启护盾 甚至在半血以上去开启 收益都不算很高 一般都是残血的时候开启护盾保命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对面的爆发伤害很高 那么很可能在护盾还没有完全获得之前 就已经被对方秒掉了 或者对方带着终结 那么残血想开启护盾的时候 就会先一步被对方斩杀 更别提还有很多的真实伤害英雄 在他们面前开启护盾 等于自降血量跟对方打 所以说雪手这件装备 根本称不上是肉装 相反苍穹作为攻击装备 他提升的惨度却是实打实的厉害 苍穹的主动技能开启后 能够获得35%的减伤 这是非常强力而且珍贵的能力 减伤是最强的坦克属性 他不像抗性那样 在面对高穿透输出的时候 会减少到一定程度 也不像恢复能力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把血抬上来 非常的害怕爆发输出 更不像护盾一样 会被真实伤害完美克制 减伤能够降低任何属性的伤害 甚至还能让对方算出血量 从而打出反杀效果 在坦度方面 苍穹是完全血手 有人可能会说 血手更厉害的是输出 确实 血手对输出的提升要比苍穹更强 但这也是有条件的 那些依赖技能输出的英雄 根本就享受不到 而且血手被动的加成 是根据最大生命值来提升的 不出肉装的脆皮英雄 也享受不了多少提升 甚至主动技能开启后 获得的高额攻击力 加上自己的技术攻击力 也就勉强高出苍穹20点 更别提苍穹还自在减冷却呢 所以说 血手如果不再次进行调整 基本上是不可能比苍穹更火热了 小伙伴们觉得 苍穹和血手这两件神器 哪个更厉害呢 会论头论哦 拜拜